随便打开一个纸箱和行李箱 发现里面装的全部是现金 经过现场清点 这个现金达到了13亿 13亿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用咱们的大货集装箱装了两车 一套价值千万的豪华别墅 竟然只是为了存钱 2019年1月27日 央视报道了一起特大传销案 传销头目不仅购置了一套豪华别墅 还在别墅中藏匿了13亿现金 现场情况令人瞠目结舌 该节目一经播出 迅速引发讨论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 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现金 时间回到2018年8月 河南许昌的警方在打掉一个特大传销团伙之后 开始前往浙江金华 搜查犯罪团伙的涉案现金 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犯罪嫌疑人竟然买下了一栋价值千万的别墅 据附近的居民说 这栋别墅从来不见有人居住 但隔三差五就会有几个人提着行李箱进去 然后又很快离开 这些人行色匆匆 一看就有猫腻 果不其然 这栋价值千万的别墅 正是传销团伙的资金藏匿点 专门用来保存非法所得的现金 看过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的观众都知道 电视剧中的贪官赵德汉 正是买了一栋豪华别墅 专门用来藏匿现金 别墅里的冰箱 床上 墙上全部堆满了现金 足有两亿多 而这起传销案 却比电视剧还要夸张 虽然也是买了豪宅藏现金 但这栋豪宅中 直接查出了现金13亿 满屋的红票子 让所有的现场民警 都目瞪口呆 现场的警方向记者解释道 这个传销团伙 藏匿的13亿元现金 分别放在别墅的三间房屋里 可以看到 这栋别墅里家具极少 可以说空无一物 然而其中却摆放了 大量的行李箱和纸盒子 其中一间就是 什么都没放 就放了一张桌子 全部堆的都是这些钱 然后用这个箱子 纸箱啊 各种各样的纸箱给装起来 每个纸箱都进行了交代封口 民警打开纸箱后 里面密密麻麻摆放的全是纸币 另一间房子 是一个面积稍小的储藏室 里面的布局和前一间房差不多 依旧是各类纸箱 不用打开 就知道 里面传来现金的分方 最后一间房则是衣橱卧室 里面一张床也没有 却摆放着几十个大小 款式不一的行李箱 打开之后 依旧是整整齐齐的现金 最后经过民警长达半个月的清点 才将全部的现金统计完毕 最终的金额整整有13亿 相当于将两辆大卡车全部装满 面对如此巨额的现金 所有人不仅发出疑问 这别墅里的钱到底哪来的 传销头目购买豪华别墅 只是用来藏钱 足足放了13亿现金 2018年 警方搅毁一个特大网络传销窝点 直接在对方的老巢里搜查出巨额现金 相关人员足足清查了半个月 那么这栋神秘别墅里 为什么会藏匿如此多的现金 这钱又是从何而来的 众所周知 随着网络支付的兴起 很多人都放弃了现金支付 因此在现实中很少有人存放大量现金 然而浙江金华的一栋别墅里 竟然发现了13亿的现金 而这些现金竟然全部都是非法所得 2018年8月 河南许昌告破了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 据调查人员介绍 这个犯罪团伙在浙江省杭州市 注册了一家网络公司 借助区块链的概念进行传销活动 而公司的主要犯罪人员全部在境外活动 远程操纵着网络平台 用高额回报作为诱饵 大量发展下线人员进入公司 那么这个传销组织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呢 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两个月前 许昌警方接到当地工商部门转交的一个线索 浙江一家名为我是小丑的网络公司 疑似开展传销活动 通过初步调查发现 该公司主要是在一个自制的网络平台行骗 该平台包含着区块链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多个高科技名词 而公司的多个成员在国内各地 组织商业活动进行平台推广 然而调查发现 这家网络公司虽然注册地在杭州 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该公司的线下地址 很明显这是个空壳公司 而公司的法人沈某常年在境外 根本不在国内 那么这个经常在国内各个地区 开展活动的沈总究竟是谁 为了查清这个传销团伙的具体情况 警方随即开始对该公司推出的IAC的平台 进行深入侦查 相关人员直接注册了平台会员 开始了解其内部的运作模式 原来这家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区块链投资 而这个区块链 可谓完美符合了传销人员的胃口 因为区块链根本就不是实物 而是一个概念 他们往往会拿比特币作为例子 给所有人画大饼进行洗脑 让你相信只要投入资金就能赚大钱 这个IAC平台的交易对象 是一种名为种子的虚拟货币 一颗种子售价2000元 半年之后 购买的每颗种子 会自动升值1000元 这种高额回报很快就有人心动了 如果你还想赚更多的钱 那么就要去拉下级 也就是吸引新的会员 但是新会员注册有两个步骤 首先必须要向上线会员推荐一个会员 直接实现买一赠一 推荐完之后就需要交200元的激活码费用 由上线会员进行激活 激活之后你这个新会员才可以购买 并持有所谓的种子 并拥有了发展下级会员的资格 就这样不到一年 这家公司就将业务推广到了全国31个省市 吸纳会员92万人 那么这样一个底盘如此之大的诈骗团伙 又是怎么被抓的呢 经过现场清点这个现金 达到了13亿 13亿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用咱们的大货集装箱 装了两车 豪华别墅内藏13亿现金 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阴谋 2018年一场特大传销案件的告破 不仅牵连出31个省市的92万人 还缴获了非法资金13亿 那么这场声势浩大的传销案 究竟是如何告破的 他们为什么能吸纳如此高昂的资金 2018年一个网络公司被警方注意到 该公司推行了一个网络平台 在平台上进行虚拟货币种子的交易 该平台向拥有种子的会员承诺 每个种子都会增值 获得平台收益 但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卖出 但随后警方发现 这个所谓的种子根本无法变现 只能在平台内部流通 本身并不具备任何价值 会员手里的种子只能卖给其他会员 而且随着会员级别的升高 就能层层从下级会员那里获得抽成 所以每个老会员都在努力地吸引新会员加入 发展下限 而一旦有新会员注册购买种子 传销团伙就会立刻将账户中的钱进行曲线 所以这个传销团伙 基本每天都有账户资产变更 多的有几十万 少的也有两万 通过视频侦查和银行调查 警方锁定了十多名长期负责取钱的嫌疑人 这些人分布在各个地区 一旦取完钱后 就会坐车赶往浙江金华 2018年8月中旬 赚够了钱之后 该网络平台突然关闭 主要团伙成员也接连返回国内 为了防止各个嫌疑人再次潜逃国外 警方立即决定收网行动 随后许昌市公安局派出近300名警察 前往多地进行抓捕 将27名嫌疑人全部缉拿归案 并在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豪华别墅中 收缴了其非法所得13亿元献金 接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展开了讯门 得知该团伙的传销活动开始于2017年11月 仅仅9个多月的时间 就吸纳会员90多万 让人不禁怀疑 这个团伙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他们又是如何进行推广的 根据主要嫌疑的供述 我们了解到 该团伙的主要成员分为三个等级 最高层就是平台的设计者叶某涛 是整个团伙的总指挥 而现今的藏匿点也是由他提供的 第二个层级就是平台的运行和维护人员 这些人掌握着团队的技术和资金 是团队的核心成员 最后一层就是平台的推广人员 和曲线团队以及高级会员 据了解叶某涛于2017年底就跑到了国外 成立了传销团伙 并利用网络技术搭建了传销平台 随后骗取了身处东南亚的 沈某的个人资料 利用其身份注册了一个网络公司 他们不仅雇佣了职业经理人吴某 冒充沈某的身份在全国多地参加商业活动 还组建了专业的网络推广团队 在各个软件上进行平台推广 推广的手段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豪车豪宅 营造有钱人社 然后吸引人加入IAC 之后叶某涛还收纳了一批几百人的取款车队 这些人每次取款都能获得2%的用金 相当于取100万就有2万的工资 经过监察机关的批准 这些传销人员最终都被缉纳归案 人的贪心是无穷无尽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当有一个赚大钱的方法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时 切记一定要三思而后行